四年級男童後肩甲骨 出現長寬各三公分的紅腫瘀傷 家長心疼 懷疑是遭到老師不當對待 家長在臉書寫下 只是孩子沒有想法完成畫圖作業 明天就會教 為什麼要抓著衣領 騰空去撞櫃子 又把右小身軀壓在桌上 而且還是當著全班同學面前動手 他希望說 小朋友能夠完成他的畫畫的作業 幾次從中午跟他講 小孩時空 是 他有情緒 老師就抓他的手 針對家長指控 校方表示 這名學童有注意力不集中 過動等情形 因為教作業的事 情緒失控 強調老師是抓著他的手 導致背部壓到桌子 而非霸凌虐待 立即啟動調查 查明真相 學生帶傷回家 家長無法接受 到底上課怎麼會受傷 教育局介入調查 強調要是老師 真的有對孩子動手 那麼將依教師法言辦 記者陳果然網上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